我們回到張綱維 其實張綱維是一個 喜歡玩財務槓桿的人 所以他這一次說 我找到10億他就要負航 說實在一家航空公司 10億怎麼夠用 一下就燒光了 但張綱維就是像 九命怪貓一樣 各個標案一路挫折 然後又再起到最後 這幾個標案 故宮南院澎湖重光 還有三性商營的 這個經營權爭奪案 都是張綱維的 戰鬥技巧的一個彰顯 我們先講故宮南院好了 故宮南院取得的是 那個叫做華喜公司 就是在張綱維眾多 以華為命名的公司裡面的 其中一個 他當初標案裡面 原來取得的是 20公頃是南院 50公頃給你低度開發 什麼叫低度開發 低度開發就是 你有一些文創的展覽區 跟商店街 但是你的這個Hotel呢 只能蓋200間左右的客房 蓋著蓋著 張綱維忽然說 那我們提一個新案子好不好 案子提出來之後 客房蓋到1000間 1000多間 1000間 南院 整整是原來的5倍 原來50公斤 有那麼多旅客嗎 先不管有沒有這麼多旅客 他覺得要這樣蓋 好啦 那故宮南院的這個相關單位 都覺得說 等等 你這個好像跟文創無關 你都是蓋Hotel 那能不能再修正一下 譬如說 這個故宮南院不是有湖嗎 很漂亮 那原來旁邊蓋了一個餐廳 然後故宮南院說等等 這樣子有損我整個展示國之重寶地方的美名 那你可不可以修正一下 一修有新提出來的企劃案裡面 商場裡面層層都有餐廳 然後整個湖被用餐廳圍了起來 那故宮南院就想說 有沒有搞錯 開這樣子更誇張了 你到底是要蓋餐廳 蓋商場 還是要讓故宮南院的文創能夠彰顯出來 所以到了最後 雙方就撕破臉 張光維抗議說 你們一直刁難我們 然後故宮說 你提出案子根本跟文創無關 故宮南院最後 當地的這個華喜相關的單位 裁測 然後認賠作收 所以這個案子是胎死腐中的 那我們來看他另外一個案子 澎湖重光呢 澎湖重光也是個很有野心的 他要蓋120間獨立的Villa 那獨立的Villa 就想說這一塊區夠大 每一個Villa都各自獨立互相干 就跟你看到馬爾蒂夫一樣 他也出席了 你看到畫面上就是 這個動工的祈福儀式 他也出席了 那個時候縣長是陳光復 然後也打了地基 可是打了地基 一路來到2017年的時候 因為就是華福系列的公司 一直財務金融有點問題 他貸款貸不到 他就直接跟當時的 但是我剛剛看那個地基已經打了 是打了 可是後面要淺 你就做了一半了 你不要說做了一半 他就真的做了 難得有個事情真的做了 但他說後面貸不到款 貸不到款為什麼 那怎麼辦呢 還沒完 貸不到款 他怪到那個合約裡面有一個東西是 如果雙方違約或不能繼續開發 紅線政府得無償收回 也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你看地都挖了對不對 然後也挖了地基 原來的合約裡面是 你失敗了 你違約你不行了 我全部都拿回來 一毛錢不給你 但結果張光徽說不行 這合約因為這樣子我貸不到款 所以修改 一路興宋要求仲裁 仲裁最後 民國107年的11月16號 仲裁過了 重簽新約 重簽新約是什麼 如果違約的話 澎湖縣政府要以 限價的六成買回 也就是你今天違約 你不能繼續做下去 但張光徽可以談到這個合約 是最後你要把我所有投入的限價 就是你剛剛看到這些地基 六成價格買回 這個東西被人家罵說 上全辱國割地賠款 澎湖哪有這麼多的錢 可以賠給你違約 經營失敗的案子 但最後更妙的是 他談到一個這麼好 這麼爽的合約 最後案子還是掛 所以是爛尾樓現在 這個也沒有 現在就剩下一大堆洞 在那個澎湖重康城那邊 那就是爛尾度假村 其實也不能說度假村 爛尾的地基 全部就地基 地基 地基 好 那我們再來看 他擅長操入財務槓桿 這個案子呢 三信雙贏 真的讓他拿下了好幾席的董監 是 因為原來 如果你單純 只是用張剛偉這個名字 或者你用遠旁來搶 他今晚會覺得你不太令人放心 所以他到處找投資公司 到處找人想要入主三信 中間我們還看到一個名字很熟悉 中間有一個徵求法人 就徵求那個股票的法人 叫做偉紅投資公司 偉紅哪有很熟悉 我們從來沒聽過這家投資公司 因為我接下來講你才熟悉 那個負責人叫做偉如 就是幫他生了小孩 但是始終不認不結婚的那個偉如 偉如還幫他 對 幫他來徵求這些偉托書 我覺得應該不是偉如幫他徵求 會不會他是 會不會偉如就是偉紅的人頭 好 那還沒完 反正我們也搞不清他們的關係 反正這家公司幫他在 三信商贏的經營權大戰立下戰功 而且他單一人的持股 其實一路被他 凹到17%左右 所以他用多重公司 多重的身分硬是拿到了這個經營權 好吧 但還沒完 其實跟他最近跟他扯上關係的人 都有點倒楣 因為偉如之前其實因為 介紹張崗維給他認識的 那一個誠信富商 覺得說偉如看起來好像滿有錢的 張崗維好像有在養他 所以他還被這個詐騙犯 這個誠信富商騙 騙到 誠信富商就是沒人是不是 就是介紹他 他是介紹偉如給張崗維的中間 沒結婚不知道算不算沒人 就是介紹他兩個人 介紹人 那這個他騙他什麼東西 假買未上市股票 然後出資合購 然後還要他抵押羅斯福路的房產 然後假造股票買賣紀錄 然後又跟他借款100萬 最後騙走2188萬 被迷人騙走2000多萬 所以你就知道 顯然偉如自從認識張崗維之後 所有認識周邊系列的人 都不是什麼好東西 所以這個狀況 據說張崗維還有去幫忙 說幫忙提告幫忙協調 但是雖然勝訴了 張崗維自己承認 這個錢多半是拿不回來 如果遠航付飛 觀眾朋友真的敢做嗎 遠航說沒關係 如果你們對MD沒有信心 我現在有新飛機 我有ATR 據說ATR馬上10架 明年就要到 好 這是他們在拖飛機 對 這是ATR 這是ATR600型 那ATR就是這個飛機 現在華信航空也有在使用 然後利潤航空也有在使用 所以這是全新的飛機 這是新的 這是新的飛機就沒問題 就從前年遠航空 就已經進來了 那現在有6架 他預計的明年 會把這個10架的量給補足 我們不知道拖飛機 是這樣拖的 對 那ATR是新飛機 那他遠東呢 之前為了這個新機引進 他就拍一個宣傳影片 那請幾乎來解釋一下 這飛機有多好多好 怎麼樣怎麼樣 他解釋一下 他的鼻輪轉向系統 跟那個MD有什麼 MD和ATR大不同 大不同 光拖飛機也不一樣 對 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影片是拍得 有一點搞笑的 因為你知道為什麼 通常我們公司引進新飛機 譬如說黃引進350對不對 我引進350我不會說 我這個330不好 我會一直說 所以他引進ATR之後 就說MD不好 他沒有說MD不好 他就說比較跟MD比較強 我們這個又怎麼樣 又怎麼樣 鼻輪轉向系統比較先進 什麼什麼 煞車抑壓系統 煞車抑壓系統也不一樣 所以他拍了一個這個 示範影片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遠東的ATR這個機隊 是全新的 是非常棒的 他特別強調他的鼻輪轉向 到底鼻輪轉向是什麼 鼻輪轉向 我們暫停在這裡 鼻輪轉向這到底是什麼 沒有 他現在只是掩飾說 他這個拖飛機 ATR 一般的飛機 我們飛行員 可以自己滑行飛機 然後 如果飛行員 不要滑行的飛機的時候 譬如說 我在登完機要後推 啟動發動機的時候 是有機物去拖這個飛機 他就講說 這個ATR拖飛機的 這個系統 鼻輪轉向系統 在駕駛艙裡面 飛行員是可以控制 這個轉向系統 脫離交給機物 或者我自己來控制 那MD是比較老舊的飛機 就沒辦法這控制 所以比較容易出問題 他就要解釋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鼻輪轉向是 是在這裡對不對 這個 鼻輪左右轉彎 這個叫鼻輪轉向系統 那這是不是一般飛機都有 他也不必強調 因為他就說 因為他就 所以我說有點搞笑 因為他去跟MD比較 他拿來跟MD比較說 這個 ATR的鼻輪系統 總是比MD還要好的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遠航的ATR 明年是不是還能夠翱翔在天空 因為遠航能不能附飛 還有非常多的難關要過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 她不會有的 這位內容 是你出雲歪 不會有的 時間到 實在